那么华联确诊个案至今已经累积到了31人 其中有3例是在光丰乡 泰巴朗部落透过了传统的社会文化制度来防疫 由年龄阶层进行全部落环境的清洁消毒 并且在部落入口处设置防疫管制 路过的人车一律清销守护部落的环境安全 途经台11甲县光丰公路泰巴朗部落入口处 由部落年龄阶层设置的防疫管制站 除了量测体温 不论人车也一律进行消毒清洁后才放行 这个不是强制性的防疫站 我们只能作为部落配合消毒 车辆消毒或者是量体温 再来就是发送限量的消毒水 就是淘白水 但是要自装那个保特品 然后我们就说以上都是做一个 配合性的宣打 吴冠贤指出环境确诊个案达到31人 再加上光复也曾出现三例确诊案例 因此对医疗量能有限 且人口多数为老弱妇孺的部落来说 是极大的威胁 而肩负守护部落安全的年龄阶层 此时自动跳出来 除了展开部落环境清销 也从今天开始在部落入口处管制 杜绝病毒疫情传染的机会 我们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因为人员的部分都是以自发性为 部落的年轻人说真的 都是在利用礼拜六礼拜天 在做一个清销的动作 太阪朗部落年龄阶层 发挥文化阶层制度的责任与精神 向代表吴惠明 向壮林清水也都到场关心支持 肯定部落青年的付出与守护 自动自发 然后鼓励大家戴口罩 多洗手 扫村门 这工修应该蛮不错的 所以自主性的比公家来做更好 那我们刚才讲说 各部落各村如果需要消毒水 来做公家用的 公家用的消毒水 可以跟我们清洁队来领取 都没问题 台湾新冠疫情三级警戒之际 各县四乡镇防疫工作不马虎 台湾狼部落也透过了 远古流传至今的年龄阶层 文化制度与精神来守护部落 让部落防疫滴水不漏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